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蔡总 这个阅兵之后真的入股接下来怎么看 所以显然台湾的投资人认为大陆的股市红低开始准备抢反弹 你看上阵附身两倍的这两个加起来已经差不多快60亿了 六几亿的一个规模 那这里八档的入股ETF今天一共成交了72.8亿 今天大盘的量很低耶 只有678亿 占了将近11% 哇塞 大家都在玩陆股啊 所以我们就好好分析一下 对 我们就来看一下陆股 我们先请蔡总帮我们看一下 这个陆股跟我们一样的国家队都出来常常讲话 都跟我们现在台股一样很多大人出来讲话 他们的大人是他 周小川这个人行的行长 他怎么说呢 他认为陆股已经调整到位了 然后总经他说改革会有序的推进 汇率他说要趋于稳定 另外这个 这位到楼纪委 他大陆的财政部长 财政部长也来讲话 他说他们的经济成长虽然降到7% 但是全球贡献度还是有三成 所以今天的这个陆股是这个虎头色位 开高走低 都是在这两位一个央行的行长 另外一个是财政部长 因为集团体在这个周日的时候开会 结果其他国家就骂 就是你们中国 就是你们中国 这个8月份人民币不是突然的贬值吗 所以中国把不确定的一些因素 扩散到其他的国家 包括了汇率 包括了股市等等 那这里面比较特别的时候 周小川 你看跟楼纪委的讲话 都讲力多 你看如果调整已经快结束了 人民币没有长期的这个贬值 奉心加上9月份习近平要到美国去见欧巴马 所以一般认为很可能会在欧习会的9月25号以前 人民币就不会再扁 不会再大扁 少不了小生 那楼纪委讲得更明显 未来的四五年GDP7%没有问题 今天为什么摔下来 对 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今天他们国家统计局 把去年2014已经过去式 对 去年的GDP是7.4 对 再把它修到7.3 我大概想说 那你不是讲说稳住了吗 对啊 原来的GDP还会下修 所以尾盘上这又杀了2% 又杀下来对不对 所以刚才我们讲过了 这个今天做多的路股ETF 明天开盘后可能会短线的补跌 对 那这个补跌一下 但是没关系 因为大家现在钱都在那个地方 上冲下洗 这个两倍做多不行 我们两倍做空的 对 都可以一起来 对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是今天路股 他们的一个包括央行的行长 还有他们财政部长讲话 那我们就请蔡总帮我们看一下 周小川他讲说 这个股市已经开始调整 很到位 他的意思已经修正 你看真的是修正了 其实应该有三轮 所以我们看这个羊妈讲的对不对 你看周小川都还会计数分析 三坡 这个是5178的最高点 6月份 1 2 3 三坡 他认为三坡已经修正 结束了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低点了 低点 那人民币 周小川也讲 不存在长期贬值的这个基础 你看这一根就是贬值 这个在8月无意境的贬值 贬值之后带动亚洲货币 包括我们台币的贬值 但是最近你可以看这个是6.44的 对 那今天是6.36了 所以基本上可能在欧席会之前 不会去突破 你突破了以后 那可能欧巴马都不爽 真的 所以这段时间可能会一个盘整 在这样的话 周小川他们讲的话 某种程度在技术面上里面 是满足的 所以今天我看刹车2% 可能是信心的问题 明天上阵就要守 3000点的整数的关卡 所以接下来蔡总是看这个陆股 可能就要慢慢走稳的一个态势 我觉得9月份 应该是会陆股会出现一个反弹 我们来看几个指标 来我们看一些指标 我们来看 先看这个是筹码面 筹码面 这个你看它的散户 其实这个是融资的比率 慢慢慢慢的也开始往下修 那这个在陆股的一个跌幅 其实也蛮大 所以这样子的一张图像 告诉大家说 筹码面 他们应该已经慢慢稳定下来 过去这个是我们台股 筹码面观察的指标 就一旦融资的余额 减幅内超过了指数的一个跌幅的话 筹码就换手成功 那个就低点 但是现在不准了 因为现在我们的散户已经低于 差不多50%的比重 所以这个只适用 但是在陆股准吗 对 陆股准 为什么 陆股的散户比重是7成 创业板还75% 你凡是散户盘的话 这个道理就合理 我们先看融资乙额 他今年中国大妈学生 农民全部重进去 都扩张信用 那时候融资乙额是2.27兆 当然这个是人民币 现在已经首度的跌破了一兆 乙额现在是9622亿 去年的年底以来 首次跌破了一兆 跌了多少 57.7% 哇 所以他们也算筹码安定了 指数的跌幅是40.5% 所以你可以发现 现在的融资减幅内 已经什么 远大于怎么样 这个指数的一个跌幅 对 照道理筹码已经换手成功了 安定嘛 对吧 所以这时候只要再来一些什么 数据 好消息 好 这个是筹码 要来一些数据 真的一些数据 实体经济的数据 出现了以后 那这个股市就有一些换盘 那我们就来看到一些 可以辅助这些经济数据 好 赶快来看一下 我们有讲过了嘛 这个李克强指数 8月份 他们的全国发电量 已经月增了4% 铁路的运增量 也成长了1% 对 连钢铁的这个 因为现在一带义务 有的开始做了 成长了5% 还有这个房价有点稳住了 100个城市当中 房价中止连时点 现在剩一个 过几天马上公布的 8月份的出口 他们说有互转正 现在这个是他们讲的 我们要等人数字出来 因为7月份掉了8% 对 那台湾 台湾今天公布 那更惨了 我们那个衰退15% 对啊 但是因为珍珠伟说不能说 我们就没有说 对 但是中国会不会 游户转正也很难讲 因为8月份 人民币大扁了 大扁了以后 说不定真的 会让8月份的出口会增加 所以这个我们确定 因为这几个都已经实现 这个不确定 假如大家观众 我们喜欢做路股ETF 你听好啊 一定要看这个 你假如过几天 大概两三天 盘前或盘中 出现了出口数字 果真有互转正的话 那个ETF做多的 就跳上去了 就飙涨了 做空就下来 没有有互转正 还摔退好几% 那做空的就跳上去了 你赶快去买反向的 这么多人就下来 所以接下来几天 看这个数字 好 非常谢谢蔡总 这个蔡总来提示大家 我觉得蔡总 其实从过去几集 来跟我们分析路股 讲的真是知神准 所以这个数字 蔡总已经告诉你了 如果你喜欢操作路股ETF的话 这个数字要记得 我们节目当中 也会持续的带您追踪 好 这个是路股 给大家做参考 好 那么再来呢 我们赶快请一下 我们的有名哥 刚刚我们卖了一个关子 这个有名哥选股 什么叫云中龙 来 有名哥选一下 每个人都有很多 选股的标准 那当然有人是用 高低的位置来分 低的就叫低期期 高的就叫高低期 那我们不评论 那我们今天在讲的 这个部分 为什么我加投信 因为现在很重要的一个 市场的动向 跟各位做报告 第一个正所税的一个关系 所以导致说 现在目前的中时大户 都撤了 因为他们怕被查税的问题 那这一次连续性的 一个下跌 各位也可以看到 散户金屋已经被抬出去了 但是你说 那大家就是股市关门就好 可是有些人 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每天得交易 那是什么单位呢 第一个叫做自营商 就券商的部分 但因为他们做得很短 他们都是以大型股来回萃的 所以那个不具有优势 那外资 其实外资在做的东西 第一个 它就是用股票来去控制 所谓的什么期货 所以它重点还是在期货 股票只是它辅助性的 那现在唯一一个 就真的拿了投资人的钱 因为投资人买了基金 然后大家看坏的时候 它就怎么办 那大家就赎回 所以它钱不够用的时候 它只好去把 把这边卖一卖之后 然后去塞在一些好的股票上 那大家去买基金的时候 它钱变多了 它再去拱一些股票 所以投信变得影响 个股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这里面当然投信有在买超 从八月份开始一直买超的个股 我配合八月的营收 最近我发现一些现象 我们盘中很多人在分析一些很强势的股票 结果我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投信连买 或者是卷之笔慢慢的在盘升 最典型的就是华通 所以今天观众不是在夜问团有在问那个股票 问星星可不可以买 其实你看买星星跟买华通 你知道命运差多少 真的差很多 你看投信买了从八月份开始 其实我这边统计的数字是16381张 对不对 然后八月的营收是创新高 然后卷之笔不断在盘升 那为什么我要提核大跟信邦 因为这两个都是投信有在买 这两个都叫做Tesla的概念 营收都很好 然后卷之笔有在盘升 尤其是虽然信邦的卷之笔是有10.9 看起来好像不高 可它的空单跟资是慢慢在累积 这个算是真的市场上近期 比较有人气的股票 那核大是已经 我们来看一下核大的图 来 核大 各位你去看 核大其实它已经在这边创过新高 可是相较之下的话 3023的信邦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还没有创新高 所以我今天是一个对照组 就是说有一个核大在比较高的位置 那当然信邦低一点的位置 而且它各方面的一个条件都很好 所以我反而觉得说信邦的吸引力比较够 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利丰也是 利丰相对的股价是高 因为它已经创过高了 所以回头我们来看 4129的联合股科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 这个相对的位置就比较偏低 然后投信也有在买超 然后唯独就是卷子比还没有放大 不过今天这个 所谓政府的这个生物经济 这个生物医疗的这个PCC会议 确实对医财股有帮助 所以确实有帮助 所以在未来 各位也要去想象 在西坡的下跌 我们知道会跌多少 但是我们认为生技股 应该是全世界资金的避风港 应该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纺织股两党都是在创新高 一个巨阳一个立起 对 所以观众不是有在问吗 急胜 对不对 急胜是不是可以 所以这种高低差的一个选股 你可以看着巨阳跟你 我们不是叫大家说 高的你去放空 低的去做 那个叫补涨 你希望高的继续涨 那低的你才有上去的空间 比较的空间 那福星也是一样的道理 分析了好几个礼拜 福星在创高了 对不对 所以低档等一下会有 夜问团的问乔春 对 乔春就是home depot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股 所以这个位置相对低的 是不是就可以 所以今天跟各位来讲的这些 有一些比如说像 这一档 这一档 他们是位置比较低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开始 勾起来的是可以的 勾起来的是相对位置比较低的 还没有创过高的 筹码 卷之比都慢慢的在攀升 没有勾起来的还可以 没有勾起来都是创高 但是我们不是建议大家去放空 因为你看他卷之比 都很在小嘎 你不要想说谈股市在跌 你真的去放了一些股票 被嘎那个才痛苦 那个比做多没有赚钱更痛苦 强势的我们不敢追 我们就看他欣赏他就好 不要随便手痒去乱放空 对 让佛杏自己去表现 然后我们从一些 还有比价空间的一些股票来去琢磨 是 好 非常谢谢雯云哥 今天帮我们选出来 云中龙 仁中雄各股 给您做参考哦 好 我们休息一下咯 下一段回来 我们的英文团要出动 我们的持股问题 马上帮您解决 国际股市动荡 台股大跳探狗 如何善用工具 多空双向操作 全面量化中建安 与您有约 9月12高雄台中 9月13新竹台北 02 2506 6808 明星卖萌大气氛 写得比我可爱呢 掌握第一首偶像动态 40个小人物 You can really reach your mind 追踪最新的剧情发展 哇 跟我一起follow 沙比海军独家消息 先上网搜寻 三立新闻网 吃糖 糖尿病不能吃太多糖 哦 阿嬷 阿嬷 我试试一招啦 那你怎么不敢吃 寻力宁可辅助改善 末梢血液循环 寻力宁 麦当劳超值早餐 为你新鲜现做 只要三十九元 时时都超值 你今天吃了什么 你运动了吗 每天疯传的健康资讯 多到报 我言耸听 真假难辨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不要轻忽小问题 魔鬼藏在细节里 专业顾问团队 守护健康大小事 我是雅邦 发发健康友邦 让您健康恩次邦 周一到周五 每天晚上九点 三立财经台 三立新闻网 鸿铺播出 平凡 四本夹子鸡眼贴片 四本夹子鸡眼贴片 好 我们赶快带您来看一下 今天资券变化 那么今天在融资的部分 上市的部分又增加了4.93亿元 上柜的部分增加0.87亿元 那么在券的融券的部分 那么今天上市柜都是增加的状况 给您做参考 好 那么再来呢 赶快先请一下 有明哥 我们的夜问团 第一档要问的是景德 对不对 景德因为他是联发科的整个供应链里面 但他不光只有做联发科的生意 他有做到红色供应链的生意 所以前一阵子涨到278 那个是投信任养的 那最近其他的业绩一直都没有掉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好股票 那当然碰到联发科这次病的事件 对他来讲是加分 所以我对他看法应该是正面 那再来的话 1455跟9910对不对 急剩的部分我刚刚说过 急剩当然最大的利空就是在半年报 但公布完了就没事了 所以他现在的股价打底 应该有机会上去 因为高的像巨阳如虹都上去 力情都上去了 那9910的风 那当然没有问题 那最近丰泰跟东龙芯 大家可以把它放在同一个区块来看 这两个股虽然不是连续性分出 但是应该是持续性的 慢慢的在转强 车网店我的一个看法也是比较正面 因为我觉得它应该还有反弹的空间 第一个它是外销的概念股 那第二个的话 最近其实我觉得它的整个工具机的 这个族群都起来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F信心 F信心的话 因为这一次整个鸿海跟细品的一个合作 其实基本上对F信心 应该是最有利的 对 观众另外在问的这个 所以F信心我的一个看法 应该还是正面 还是正面 那至于真顶跟星星 我就会稍微比较保守 因为我觉得9月9号 应该基本上是 iPhone出来的利多出镜 因为你今天看大力光的一个走势 就照合成的表现也没有说顶强 对 然后另外星星的话 当然因为这次卡位上去的话 只有滑通有被刃摇 所以星星整个在这边的一个走势相对比较弱 那你说整个 那为什么你 你基本上等一下我们会分析到TPK跟GIS 对 这两个也都是苹果概念股 那为什么基本上我会比较看好这个GIS 叶层 我看TPK比较保守 虽然都是苹果 但是我觉得是在鸿海里面 而且有逆取市场的 我可能会特别注意 所以叶层的部分比较推荐 叶层的部分确实会比较好 因为整个它一条龙当做起来的话 真的TPK会被打到 所以如果你问说TPK跟GIS两个来报的话 我会建议你比较夜城的部分 六四五六的夜城会比较有机会 那二零六二的乔村当然不用讲 今年它的产能在年底下半年要开出来 所以它的状况会不错 前面该跌的都跌过了 所以我觉得它今年的量会很大 然后未来的省水标章 其实它是省水水龙头 Home Depot的概念股 这个应该是多重社会又有外销概念 然后接着最后的话是百言的部分 那因为这次大家去看 不管是百言还是F立峰 他们都是金丰盛集团的 所以整个在这个生计的集团信里面来讲的话 一个叫东洋集团 一个叫新丰盛集团都很强 但这里面的龙头 当然百言是比较轻薄短小 我还是建议说可以续报 但是头信没有买它 所以这种是比较业内的股票 如果出现了高档长黑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把档 是 好 非常谢谢我们的永明哥 那再来请下蔡总 好 快速的讲 这个鸿海的话基本上除袭前之后 会在这个地方盘整一段时间 那看这个iPhone新机的发表 好像我也比较赞同有名讲的 不要太过过度的期待 那荆州很特别 它是那个渔网的那个供应商 上半年是两块的EPS 所以这家公司的这个有一定的潜力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帽底 不过对太阳能的看法我都会比较保守 他们说现在8月营收有起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限 那这个再过来光通信的光环 这个业绩就不错了 那不过前一波涨得太多 现在可能要在这个地方打底 不过时间久一点的话没有问题 月峰的话呢 它有转投资中国的卖场大麦克 但那没什么赚钱 没什么赚钱 股价这个反弹 要谨慎的不要去追高 那游戏的这个举止 那现在来讲已经 这个旺季已经过了 暑假现在开雪了 对开雪了 所以可能在这个地方盘整 中工的话呢 外资买了一段时间 但整体的这个业绩呢 还是比较这个值得去注意 现在除非明年推大量的推动 公共工程 或者这个业绩 差不多就这样了 对差不多就这样 好来蔡总帮我们看一下 明天关盘重点 今天低量嘛 国安基金明天会不会复盘 这很重要 再过来就八千点的共黄赚 下涨不会太多啦 但是要站回去八成 有一定的压力 再过来今天八月出口 这个明天的头版头条 对 这摔得很重 当然大陆股市能不能 稳住很重要 指标股的话大力光 今天那个 它已经是三年来的 大力光跌破年限 对 三年来第一次跌破年限 三年 所以要小心大力光 莲花科我们讲过 应该表猜一下吧 是 再过来今天联雅光通信 这个高价股 光通信的联雅 零收是历史新高 再过来如虹 如虎那个股价也是历史新高 这几个高价股 都会决定明天盘免 是 好 非常谢谢蔡总 谢谢两位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 爸爸理财有方 那么在稍后九点钟 爸爸健康有方 今天我们的雅方姐 要教大家什么样 是保护你的脑部 然后又保护你的心脏 有这样所谓的健康操 给您做参考咯 请您继续锁定 我们明天再见